知名樂團蘇打綠最近成為了手機遊戲代言人 團員今天出席活動呢 他們說平常就經常宅在家玩手機遊戲 因為太沉迷 太太都生氣了 玩骰子比大小蘇打綠跟民眾玩遊戲零距離 不過這似乎有點放水 玩意蘇打綠把大獎抱回家 不過他們可不是歌迷而是手機遊戲的玩家 為了慶祝遊戲玩家突破200萬 蘇打綠出席慶功活動 不過問他們為何破天荒代言遊戲 蘇打綠坦稱自己就是死中玩家 代言之前其實我們就已經開始在玩這個遊戲了 然後這個遊戲真的是讓我們很愛不釋手 樂團宅話一有空就低頭打怪鏈等 在裡頭佳凱的等級最高 不過團員爆料他的角色全都是女性 是名副其實的娘子軍團 女子團體對不對 她都組女子團體我覺得是 不但是滿足玩遊戲的快感也 人生的一些缺憾 對 人生的一些缺憾 至於歌迷最期待的新專輯何時曝光 一開始蘇打綠還不願意透露 直到最後心儀才不小心露了口風 就是據我們自己內部可靠的消息 我們已經籌備的差不多了 對 已經on the way了好不好 新專輯即將出爐 蘇打綠才剛辦完巡迴演唱會大受好評 這次將帶給歌迷什麼驚喜讓人期待 郵電TV謝宇欣 陳立翰台北報導